香港社會也好,大陸社會也好,你發覺人太多 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是這樣的 好像是這樣,但是不是這樣? 但今時今日真的不是這樣 最近有一宗新聞說有一個人單挑香港的地產惡霸 新聞的標題 白銷那些很不明白什麼叫單挑 在網上經常單挑 但在現實世界他不敢單挑 他說他用一種生活的形態 盡量不給地產商生意 但什麼生活形態呢? 包括交通運輸、駕駛車 因為香港的公共運輸系統背後都是地產商 但有一些是不行的 他不知道買單車的也是 水電煤不行 這些一定是 你如果要用水電煤 怎樣立足 除非是這樣 你的生活形態去到原始世界 他盡量用一種吃東西自己煮食的方式 希望用一年的時間作為一個實驗 看看他可不可以對抗香港的地產商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還是很微不足道 最後你的臉也是在超國市場買的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他所說的也有一個邏輯 你看回他的駁客其實也好 因為他的駁客裡面寫下他的生活形態 是怎樣可以防備到光顧地產商的 其中一個就是光顧小店 我以前也有說過 我也是身體力行 我盡量可以不去超級市場買 但是小店 最終都是趁超級市場大特價的時候 搶救回來 在小店賣給你的 小店你未必買到很便宜的東西 但你也可以支持到香港的小店 不如自己坐飛機去日本入貨 這個就成本太高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也將他的駁客的連結 就放到我自己的Facebook 各方面放了 我覺得也鼓勵大家 多點上去留意一下 但是我正正想回應 就是不要看下自己的力量 今時今日有了駁客這個平台之後 真的可以駁一駁 真的可以駁一駁 我將這一點變成一個項目 這個人為自己的人生下一年 立了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就是 我試試過一個生活形態 我也是值此鼓勵大家 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為你自己的駁客 立一個項目 這個是令到你的駁客 可能更具意義 好像現在有些 例如祖男和你男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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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提到 他們都有一種生活形態 就是堅持沒有婚前性行為 即是和何姬有 高浩正 整班都這樣做 你都可以 你自己的駁客 我這年 有駁客那個說 可以怎樣防備 是的 防禦拍拖 都有一堆人在 是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現在我們以前說 什麼事情要別人知道 除非你能夠在報紙上 有自己的專欄 現在就不用了 你有自己的駁客 但是我本身寫駁客 都是自己喜歡寫的 寫幾句 我覺得這種是沒有影響力的 當然如果你說沒有影響 不要緊 我當日記而已 但如果你想你的駁客 都是能夠有影響力 或者有意義的話 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式 立一個項目 作一個實驗 這個譬如說 這個人興 好像叫什麼一鳴 那樣的名字 我相信 他到最後的結果 要是失敗 要是成功 但無論是失敗還是成功 你說話 要是失敗還是成功 你講話 要是失敗還是成功 要是失敗還是成功 我先說 如果失敗的話 他證實了一件事 就是 地產商無孔不入 就是這樣的結論 即是他的失敗都是成功 是的 如果他成功 就是說 原來你有一個選擇 生活當中 你都不能說自己沒有選擇 不過就算成功也沒有人學 這個代價太大了 我覺得這個項目 都會化為一本書 所以 其實這個可以是一個 我們叫做 樣式大家可以參考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 很有趣 呼籲大家可以買去看看 叫做中國猛博 猛博 非常勇猛的猛 你說中國裡面 最近這幾年 非常之成功的博客 的人 例如有哪些人呢 譬如韓韓 已經是全球 博客點擊率最厲害 而且他的名字真的覺得好 韓韓 還有另一個大家都清楚 叫艾薇薇 一個藝術家 又有很多名字 艾薇薇 非常之好 你一聽一次就記得這些名字 記得的 艾薇薇和韓韓 完全是兩個方式 韓韓是隨心而捨 艾薇既是一個藝術家 也是一個生意人 甚至這個博客 當中 也有很多他自己公司裡的人 幫忙搜集資料 非常之認真 他比韓韓更厲害 班底大 是的 他很認真地去經營這個博客 但是他還有一個行為藝術的方式 就是說他的博客已經成為了一個 就是好像一個 connection 和社會 是塑造新社會 很有意義 不過被人掩蓋了旗 哈哈哈哈 另外一個叫 他又說了一個失敗例子 另外一個連樂 連樂就是一個專門寫男女關係 就是什麼夫人信商那種 在廈門住 他也都在博客那裡 就能夠推翻了一件事 在廈門有一個化工廠 希望在廈門那裡建立 港南和藍衛的關係 又突然去到發工廠 但是這個令他更加爆紅了 因為這件事他看了之後 就發覺不妥 政協那裡有一個委員 就披露了一些信息 就說這個化工廠應該一定要距離民居一段 非常長的距離 於是他就透過博客 就逐步逐步把資料披露 而且他還以Point Form的形式 告訴你 你可以怎樣做 作為一個居民 你怎樣去反映你的意見 非常實用 於是到最後結果是什麼呢 他沒有被公安塔 雖然被公安問話 沒有被公安塔 到最後這個化工廠 是可以沒有在廈門落實到的 那這些香港區議員應該要學習 開什麼會 有空死博客 真的可能還有效 那你能夠更加發揮你的區議員的職責 所以鼓勵大家 不要看低自己一個人的力量 如果有興趣的話 為自己下一年 一年立一個項目 試用博客的形式 所以其實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 只不過是一個人的發起力量 可以連結不同的人一同跟你去做一件事 影響力非常大 過往這個機會沒有 但現在透過博客 有很多機會 大家可以嘗試 不過千萬不要含著 傷天害理的壞事